我们看到了肖茲 德国的总理 前几天到了北京 跟习近平见了面 两个人也谈到了乌恶的危机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习近平提出了 四要四不要的原则 包括希望在恶务战场上 要以和平为重 不要谋求私利 要为局势降温 不要供火浇油 要为和平累积条件 不要激化矛盾 要减少全球的经济负面影响 不要破坏全球的供应链 可是像这样子的呼吁 能够受到功效吗 我们看到肖茲在访问 中国大陆期间 他也呼吁习近平 要促成俄罗斯结束战争 希望你去跟俄罗斯讲一讲话 而且大赞 称赞中国的话很有分量 就说你习近平 你中国是一个大国 你有分量 赶快去做调停 而另外我们看到泽伦斯基 也讲了 也跟习近平喊话 其实他喊了很多次了 我有记忆以来 他不断地在跟习近平喊话 说中国可以加速乌克兰的和平 大家既希望于中国大陆 既希望于习近平吗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经济 全球的经济状况 在疫情之后 其实都在慢慢地复苏当中 那当然复苏的力道 有强 有弱 而肖兹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 外界也认为 他的这个最大的目的在经济 我们看到呢 这个访问之后 中国大陆传出了 要取消对德国的牛肉 苹果的进口限制措施 而另外呢 包括像是猪肉啊 这一些这个市场的准入 也在协议当中 包括像这样子的贸易上面的改善 有缓和的迹象了 而另外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也见了肖兹 那李强说 希望德国放宽 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因为我们知道 北中在打科技战 所以他希望你德国 要放宽像这样的限制 那我们看到肖兹的回应是说 德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希望跟中国大陆共同努力 来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他也表了态 而另外呢 两国的总理呢 共同签署了多项双边合作的文件 这一次肖兹的访华之旅 反中的这个德国外相 我们大家知道 他是一个反中大将 是没有随行 这是刻意叫他不要来吗 是刻意给中国的交代吗 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一次肖兹访问中国 高规格 并且访命防碟 这是来自于我们中央社的报导 他说肖兹啊 他手机不离生 而且回到德国 他就要把手机给报废了 可能是怕 怎么样 不知道 被植入什么软体吗 还是被入侵呢 所以你看到报导内文是这样写的 手机不离生 那外界就会说 那你不离生怎么还会被窃听呢 那怎么样报废啊 过去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间谍的这个行为 这个各个各国 其实都有出现像这样的事 就是美国中情局 监听包括国外元首 像是德国的前首相梅克尔 前总理梅克尔 当时呢 其实也被中国大陆 对不起 被美国给监听 这件事情呢 其实梅克尔也是非常的生气啊 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GDP 现在它的这个经济到底如何了 很多人也关心 看起来它的GDP有成长 中国大陆第一季的GDP成长5.3% 比之前的预估还更高 是靠着制造业来带动 这个优于预期 那这个高于去年第四季的5.2 也高于经济学者预估的4.8 所以呢 这个制造业的确它的扩张有带动 并且显示 北京聚焦于制造业的策略 已经见效了 可是另外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还是在低迷的状况 中国大陆另外一家房地产爆雷 我们知道过去一年 有好几个大型的房地产 其实都已经倒了 这一家最新的爆雷的房地产 叫做时代中国 它遭到了中国大陆的银行 申请清算 股价应声大跌36%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前三个月的经济 经济预计会放缓 经济持续受到房地产危机和消费疲软的打击 所以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它的这个经济预期还会再放缓 那中国的房市到底有没有解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传出了 要组成国家队收购全中国大陆的烂尾楼 来当过设宅 这也是一个好的idea 如果说很多人没房子住 那你这些倒的烂尾楼 我把你国家收回来 然后来给这个没有房子的人当做社会住宅 好像听起来也不错 我就谈一下那个大陆的经济 因为这又跌破了这些中国崩溃论 经济崩溃论的眼镜 他们自己一直不断的在崩溃中 因为他们这一次认为说 中国的经济成长应该就4.6%左右 结果出来的统计结果是5.3% 所以他们自己又崩溃了 尤其是法新社崩溃的速度最快 因为他才刚刚公布 结果出来的结果是跟他预期不一样 不过我觉得大陆在这一次的 统计数据里面显示出 他其实是很健康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房地产比去年的同一季 下跌了9%多 所以也就是说房地产的投资减少了 然后占经济体也减少了 成长也减少 不但减少还往下跌 但是整个都往下 房地产这么大的一块 往下跌的时候 他的经济怎么会往上涨呢 也就是第一方面是 他的农业往上涨 还有工业生产制造业往上涨 还有就是服务业也往上涨 这个就是健康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耶伦很紧张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产能过升的问题 这代表什么 大陆本身居民的所得成长了 而且农村的所得成长 比城市居民的所得成长还要多 农村居民的所得成长7%多 那这代表说 中国大陆在第一季的时候 人均的所得成长了大概 6%多到7%左右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那他们收入增加他们更敢消费 更敢花钱了 那在房地产的投资 过去是用房地产来带动经济 这一次他们铁了心 就是不让房地产来带动经济 而要用农业的生产 要用工业跟服务业的生产 来带动经济发展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刻意在打房 或者是压制房地产 他们只是让房地产不崩溃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像过去一样旧市 他们是不让房地产崩溃 就刻意的 然后反而是农业成长了 因为农村比以前的生活过得更好 然后城市居民也有收入也有增加 如果扣掉物价指数的话 他们实质上成长了6%左右 这个对于他们的人均的居民的收入 你的钱一赚多 你的信心就更足 你的信心更足 你就更敢花钱 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过去是要靠着房地产 一直在涨的时候大家大笔的花钱 用这种方法来炒热 把经济炒热 可是很明显的他们铁的心 就是不让房地产的方法 用过去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战略是有成效了 所以才会造成很多欧洲的国家的 企业的老板 加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所以我觉得这次 肖尔兹到中国来 跟他们感受到中国的经济的 第一季的复苏 速度这么的强劲 因为本来MF的估计 就是只有4点多 而且还觉得说 你明年可能会更惨 但是结果是完全相反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些大厂 他们就开始增强 他们在中国的投资 而且增长他们的布局 对于德国来说的话 因为德国今年的成长 还是估计很糟 可能就0.2 欧洲表现最差的 而且明年估计是0.1 还是要往下走 所以肖尔兹的压力很大 连他们的最大的在野党 梅克尔的政党 基民门 他们的副主席都到中国了 这代表什么 德国又回到了梅克尔的路线了 肖尔兹他已经不再走 美国的路线回过来 回过来我觉得这代表什么 代表欧洲的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已经转向了 接着就要看法国 马克龙他也有可能 他一直希望习近平五月份 能够到法国去 那就要看习近平最后 去还是不去 看起来是要去了 也为了奥运 因为奥运即将在法国 来 我们先进一项广告 好 我们来请教将军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肖姿 访问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见面 这对世界的局势 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改变吗 因为德国讲了 德国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那叫自由贸易 因为中国大陆它是最大的 粮食进口国 包含德国的苹果 德国的这些农产品 还有它的这些猪肉 牛肉 都可以卖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 因为德国 我们知道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德国跟俄罗斯我们知道 经济上就已经断节往来 那这样子的话 它总要有市场 而且德国的第一大的贸易国 就是中国大陆 第二是美国 第三是河南 中国大陆市场大 而且德国在去年2023年 德国是贸 对中国大陆是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584亿欧元 非常多 那希望中国大陆都买他的东西 这样德国就可以平衡 那当然消失就过去了 找的是市场 当然提了两个 第一个找的是市场 第二个 它是我们就知道高科技 那个德国的高科技 当然我们知道 德国东西都是不错的 那刚好是中国大陆 经济上就是互补 比较利益法则 德国做的便宜 德国卖过去 中国大陆的便宜 中国大陆卖过去 两个都互相受益 都是比较利益法则 这是经济学上的 基本的道理 那这个 所以 这个消失在 抢在4月 因为5月的话 习近平要到法国去 那刚好在4月 赶快先抢单再说 先定了德国的 这些相关的产品 这样的话 他的先生夺人 刚好来弥补 这个俄乌战争 经济上 德国这一方面的 不理想的状况 然后也降低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 这很清楚的 另外我们看乌克兰 乌克兰的话 现在是 承伦斯基讲 承伦斯基 中国大陆可以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其实承伦斯基 不止一次讲 对 他前面就已经说过了 讲很多次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 他有三个关键角色 第一个 中国大陆的分量够 他不管在经济的规模 还有军事 军事的力量 他够分量 可以出来来讲话 第二个 中国大陆的角色比较中立 你可以相对于西方国家 不管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他角色来看 俄罗斯可能不会接受 但是问题是 中国大陆的角色 好像比较中立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它取得一个平衡点 所以承伦斯一直要 希望中国大陆 出来扮演重要的一种 调和的这种角色 可以看得看 第三个 普廷只买单 买中国大陆的单 你看普廷会买美国的单 不会 中国大陆如果讲的话 中国大陆所提出的条件 普廷可能可以接受 是这个样子 那责任是要找谁 要找西方国家 还是找美国 找法国 找德国 找英国 或者甚至找美国 那还不如找中国大陆 它变成这样 所以责任是讲的话 是有他经过他生之熟虑 如果要调停的话 中国大陆可以扮演 相关的角色 是 好 来 我们请一上广告 好 兵哥 你怎么看 萧姿能够促进 乌克兰的和平吗 首先你们这边讲说 萧姿是不是故意不带 那个外长 反得那个外长随行 其实不是 是因为那个外长 跟他根本不同党 对 利党 原来是这样 还有经济部长 也跟他不同 对 就是这些人 其实是反对他来 可是不同党也可以来 没有 他们是坚决反对 跟中国大陆做这种交付 他们是比较亲美的那一派 相对来讲萧姿其实是 就是被这些企业家拉来的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企业 快搞不定了 你要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萧姿 从头到尾就是 你看他的动作 其实是有点忐忑不安 举其不定 对 就是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应该要怎么样讲话才会得体 怎么样才会哪里都不得罪 所以他这次是蛮谨慎的 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看起来一副很紧张的 不过目前看起来是会 好像达成他期望的一个目标 但是问题来了 这是他在大陆 问题他等他回去之后 回去之后那些反对党的 会不会又开始 背着他 对 又说你这个政策不行 那个政策不对 我们不能跟中国大陆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 因为老实说他现在 是跟中国大陆讲的 他反对保护主义 那不是等于代表他反对整个欧盟吗 因为欧盟现在对中国大陆 就是采取一个保护主义的态度 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说6月这个和平峰会 真的能够促成乌俄和平吗 你过去条件对乌克兰相对有利的时候 你不谈 现在对俄罗斯已经很有利的时候 你觉得俄罗斯你不给他大量的土地 或是利益他愿意跟你谈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